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我们都知道4月16号美国政府宣布了对中芯公司的禁令 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向中芯公司销售软件服务 其实时间长达7年 那么为什么这个禁令对中芯公司的中国影响这么巨大呢 芯片到底是什么 我们中国的芯片产业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芯片 什么是芯片呢 芯片呢因为比较cheap 实际上呢是一片在有集成电路的一个元件 这种元件呢是一种半导体元件 那么芯片呢我们可以大致地把它分成这么两类 第一类呢叫做功能芯片 功能芯片 比如说CPU 它可以实现一定的计算功能 当然除了CPU以外还有很多种类的芯片 比如说在基站 在通信基站里面也有很多的功能芯片 第二种呢叫存储芯片 存储芯片呢 就是我们可以存储一定的信息 比如说啊 我们电脑里面有一种叫闪存的东西 flash 那个闪存呢就是一种存储芯片 它和我们的硬盘不一样 我们的硬盘呢是靠磁介质进行存储的 但是闪存呢还是靠半导体芯片进行存储的 我们再说一说芯片产业 如果想制作一个芯片呢 产业上大概要分为这么几个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进行设计 芯片的设计 我们想实现一定的功能 那么如何去实现我们需要高级的人才 把这个电路设计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制作 我们一会儿会讲解 制作芯片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 第三个就是封装 我们已经把芯片制作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何把它装在一个板子上 变成了一个可以销售的东西 就叫封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设计制作和封装最难的是设计 设计这一步设计的不好 你制作根本做不出来 那么制作是其次的 最容易的是封装 那我们中国呀 大部分的芯片产业还基于在中低端 也就是说在制作和封装这里 尤其是封装做的比较多 芯片设计呢 我们产业非常非常少啊 这很难 就算是我们做出来自主研发的 那也是比较低端的芯片 在高端芯片市场债务率非常非常低 比如说中兴吧 这个公司啊 它的芯片严重依赖进口 大部分芯片90%以上 是依赖于进口美国公司的 少数自主研发都是中低端芯片 我们中国的这个芯片产业 也有过黄金年代 比如说20年前我们就提出口号 我们要发展自己的半导体 结果出来了什么事呢 大家知道吗 在2003年的时候 上海交大有一个名字叫陈进的人 我们都不能说他是个教授 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 那么陈进这个人呢 他搞出了一个芯片 叫做汉兴一号 当时国家一 国家科委和上海市组织的一个发布会 对这个汉兴一号进行了测试 结论呢 就是汉兴一号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是中国芯片产业的里程碑 陈进的因此也是荣誉加深 很多荣誉都给了他了 那贺了很多钱 那么后来呢 在2006年的时候 他有一个研究生叛变了 在那个水部BBS上 水部BBS上发了一篇帖子 直指他的导师陈进教授 汉兴一号作家 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他实际上陈进是在美国买了一个 摩托罗拉的芯片 买了一个摩托罗拉的芯片 这个买了摩托罗拉芯片之后呢 他把这个找了个民工 把这个摩托罗拉芯片上面 摩托罗拉4个字给蹭掉了 你知道吧 然后又打上了自己的logo 汉兴一号 这个呢 就变成了中国自主研发的芯片 交上去一检测 结果发现这个芯片非常厉害 摩托罗拉公司很厉害 对不对 这件事情最后调查属实了之后呢 陈进这个人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但问题是陈进这个人 诈骗了国家好几亿的资金 浪费了国家那么多资源 却没有因此受到形式上的追责 同样道理 跟陈进相关的一些人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追责 但是同那件事情之后 中国的芯片产业进入了一个低谷 没有人再去搞 敢搞芯片了 很多的这个芯片项目 上马的时候都非常非常谨慎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上马一个芯片审查的那么厉害 我又上马不了 我干脆去搞别的就好了 所以这十多年 中国的芯片企业 基本上发展是很缓满 正所谓是一颗捞书屎 坏了一锅汤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芯片的基本结构 为了解释芯片基本结构 它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个 就是最简单的芯片 PN结 这也不能说是芯片了 PN结 PN结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个半导体材料 这个半导体材料是硅 硅是什么 就是沙子 我们把沙子二氧化硅进行融化 然后还原 最后就把硅单质拿出来 那么这个硅拿出来之后 我进行掺杂 我在左侧 我掺杂一些什么呢 我在左侧掺杂一些鹏 鹏 鹏元素 那么我们在右侧 掺杂一些零元素 掺零 当然掺的这个元素比较少 主要还是硅 那么这有什么特点呢 硅它外围有四个电子 外围有四个电子 也有四个空穴 四个电子对应四个空穴 整体就没有电 那么鹏这个元素 外围是有三个电子的 所以它相比于硅来讲 它少了一个电子 所以横这边就好像是缺了一个电子一样 以空穴导电为主 我们称之为P型半导体 也就是说空穴导电型半导体 掺零 零外围是有五个电子的 所以掺零之后就变成了A型半导体 它比硅要多一个电子 所以这样一来叫A型半导体 也就是电子型半导体 半导体P人结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当我们外加电压的时候 我只有左侧加正极 右侧加负极电流才能够流过 如果我右侧加正极 左侧加负极电流是流不回来的 这就是所谓的半导体P人结 如果我们把它画成一个原件的话 是这个样子 也就叫二极管 那么二极管这个东西它具有单向导电性能 导电只能是从左往右导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实现一定的功能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想实现一个叫做雨门的功能 所谓雨门是什么意思呢 雨门就是我有两个输入信号 A和B 这叫做雨门的标志 有一个输出信号叫Y 我要求什么呢 我要求只有A和B都是高电压的时候 Y才是高电压 A和B有一个是低电压 Y都是低电压 这就叫雨门 如果我们画成一个图的话 就是这个是A 这个是B 它只能取0和1两个结果 1代表高压 0代表低压 B也是 1代表高压 0代表低压 只有A和B都是1的时候 它结果才是1 其他情况都是0 这就称之为雨门 除了雨门之外 我们还有货门 飞门 等于一些原件 我们先来说一说雨门 那么这个雨门 它怎么去物理实现呢 其实也更不难 我们就利用二极管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边我加5伏 5伏就是高压 然后我这里进行输出 这就是A和B输入 咱们来看 假如A和B都是高压 5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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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整个电路都是5伏 那Y自然就是5伏 对吧 但是如果A和B有一个是低压 比如说A是0伏 A是0伏 这是5伏 电路就会导通 电路就会导通 电路一旦导通的时候 二极管相当于是一根导线 这样的话A是0伏 这些东西就是导线 所以Y也就是0伏 所以A和B不管哪个是0伏 电路都会导通 电路只要导通 这就是0伏 电路不导通 这就是5伏 这样我就实现了一定的逻辑功能 这个逻辑功能就是区域门运算 我们还可以有货门运算 非门运算等等 通过这些的门电路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这个低方导体的一个原理 那么最后呢 同学们可能还要问 那我到底该怎么做芯片 假如你就让我做芯片 我该怎么做 其实制作原理大家都清楚 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出来 我们来说一下芯片的制作 那么下面呢 W来看一看 我们到底怎么把沙子变成是一个芯片 怎么把沙子变成芯片 首先呢 我们先说沙子 沙子呢 就是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 我们通过某些方法进行还原 还原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硅 硅 这个硅呢 它中间有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打成一个硅定 硅定 这个硅定打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片 切成很多个 很小片就变成了硅片 硅片 很小片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制作了 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啊 需要首先呢 在这个硅片上涂一层胶 涂一层胶 底下呢就是硅 上面呢 就是光刻胶 光刻胶啊 它的作用是 它可以感光 我们呢 往上涂一层光刻胶 涂完了光刻胶之后呢 下一步 我们就是进行光刻 所谓光刻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用光去照射它 我们呢 用紫外线 加上透镜 去照射 照射 我们某一个想要照射的部位 照射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的光刻胶就会有变化 就会有变化 不照的地方 光刻胶就没变化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在化学的办法进行腐蚀 化学的办法进行腐蚀 有些地方照了光 它的化学性体就跟没有照光的地方不一样 于是有可能照了光的地方被腐蚀掉 或者没有照光的地方被腐蚀掉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凹槽 底下呢还是硅 底下还是硅 上面呢还是胶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些事了 做什么事呢 我可以对它进行处理 比如说我们可以进行掺杂 我们进行掺杂 说你这个掺杂你为什么不直接拆 你没办法 这个地方很小 没办法直接拆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拆上去 拆上去之后 有的杂质就落在了上面这个位置了 被光刻胶打住了 有的杂质就落到这底下 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就已经有了杂质了 什么杂质啊 硅啊 掺杂了一些棚啊 或者掺杂了一些棚或者瓶 那这样掺杂 掺杂完了之后 下一步我们再洗 我们再洗 洗完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周围呢 是硅 把这个胶洗掉了 周围是硅 中间这个地方呢 是含有杂质的硅 于是我们就可以制作坏道体pn结了 对吧 当然我们正说的是最简单的 然后下一步干什么 下一步我可以再涂一层胶 我再涂上一层解漏 对不对 我反复的这么折腾 最后当我们把这个地方都掺杂好了之后 我还要连电路 怎么连电路呢 也是一样 用金属形沉积 把导线连接起来 最后芯片做好了 我们把它切下来 然后封装在一起 这样芯片就可以做出来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李永乐老师 我现在已经开通了YouTube账号 也叫李永乐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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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给大家的